最近的减肥食谱非常的火 今天来教大家一个低热量的早餐做法 纯荞麦粉150克 加入3-4克的食盐 1克的小苏打 然后往里面倒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清水250克 加入一把的葱花 蒸香 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好的面糊滴落成线形 有流动性 平底锅或者是电饼铛 只要不粘就可以了 舀入两勺的面糊 用勺子底部像这样摊平 传承用小火 不到一分钟就会凝固 然后给它翻一面 再烙个30秒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烙好的薄饼要用盖子盖起来 密封的话它里面的水蒸气蒸发 能让薄饼更加的柔软 10分钟不到就烙了一大碗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烙好的荞麦饼就可以直接吃了 非常的柔软 一股浓浓的杂粮和葱花的香味 你可以刷上一点甜面酱 增加它的风味 然后加上生菜 卷起来 营养不是美味 减肥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也可以做得更丰富一点 仁义搭配 当做早餐午餐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凉了的话 可以撕碎放在锅里炒一炒 风味更加的独特 不是减肥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一点粗粮 对身体会更加的有好处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玉 拜拜